画面上是谢果良市长跟交通处长王俊宏 一起搭乘R82公车的状况 许多前往欺读通勤通学的民众都纷纷上车 他们认为这班车很重要 可以节省转乘时间 你们是非常需要R82的 有其他替代路线吗 没有 真的没有什么替代路线 都没有 R82如果停了就 没办法去学校 一定要家长在 不然就搭计程车而已 哦 了解了解 他回来的班次多不多啊 半小时一半 半小时一半 还可以 还可以啦 这几天在了解除了9026以外 R82 R86跟R66的一个行驶状况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自从基隆客运停驶后 现在是为由我们的交通柱特别聘请这个游览车来担任这个替代这个车辆的功能 R82用三台游览车 R86两台游览车这样子的一个替代运输功能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乘客跟通勤族的权运跟搭乘的品质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乘坐看看我们这种改变的车辆以后的R82路线 就很好啊 就基本上都是新的 我就觉得那里车子很棒 真的哦 比之前那些就是客运好很多 比就是R82 现在这个R82很好 我希望可以南海跑R82的路线 就是游览车比较好 对 另外谢国梁市长也请交通处长关心国道客运9026路线的后续状况 处长说如果改了路线 在尖峰通勤来回时间会增加约一小时 市长也特地指示我到南港展览馆去了解整个我们市民好朋友回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大概从那边五点半到七点才离开 那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下班时间 那很多市民好朋友在那边后车 非常多 包括后车的一个环境 可能也不足 那包括整个运输的量 的确在上班跟尤其是下班的时间 基本上市民好朋友搭车的都是不希望改变原来的路线 因为原来改变的原来路线走新的路线会从系纸交流到下会增加四个站 那上下班时间假设塞车的话 基本上预估都会增加三十分钟 那等于市民好朋友在上班跟下班这个通勤的时间会多一个小时 所以保守估计 这样子整个上下班到台北通勤会从四个小时拉到将近五个小时 我想说这个市长都一直交代说我们要同理心将心比心到现场去了解 所以成如市长所讲我们还是恭请公路总局能体谅我们基隆市民好朋友 搭车的一个权力一个情形 因为很特别我们到台北的确比较远 那再次要恳请公路总局来协助上下班尖峰的时段 以及整个路线不要再做更改 市长谢国良说他会持续结合各单位 一起来持续改善基隆的通勤软硬体 用同理心来处理通勤族的痛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